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一篇独家的秘文 就是讲薄熙来这个事情 它这个水很深的 它在2009年的时候 开始秘密会见了百度的总裁叫李延宏 当时跟百度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协议 就是说他们通过攻击Google的方式 把Google赶出中国 然后让百度独占中国的市场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的话 就是百度要有选择的释放一些 能够抹黑习近平 文家宝和胡锦涛的消息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 后来就是有很多的证据 包括一些外电的报道 也是就是说后来谷歌遭到攻击 周永康发动了在2010年的时候 不得不撤出中国